我们看到最近宋楚瑜先生宋楚瑜主席呢 上片了这个各大节目 谈他的想法 对于现在时政 包括马英九总统有非常多的批判 当然他也不对在节目上呼吁 请大家帮他来联署 我们就来看看呢 宋楚瑜当初曾经有他的好朋友出来说 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份了 可是真正开始联署之后呢 好像这个数字还在某一个边缘上头 不断的来盘旋 我们就来看一下 引用自由时报的报道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布 只要跨过联署的门槛 就参选总统到底 局应将以高于联署门槛 二十五万七千六百九十五份作为基础 概括至少要再抓到两成的安全量 以确保不受到中选会审核剔除 而影响入场资格 亲民党打算本月底前先送出 略高于门槛数的联署书 其余部分在十一月五号收件截止 再来补送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宋楚瑜也好 官方亲民党也好 他们现在谈的就是中选会可能会有一些剔除等等 然后不断的来催促 我想请教一下凤馨 我们想问的就是 是不是真的这是一句誓言 只要超过联罕 联署门槛就会来选 那如果不超过就不选 还是其实根本跟联署 有没有成根本是无关的 我觉得宋先其实对于到底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会参选 坦白说已经出现了三种变化的说法 那你说他会遵守哪一阶阶段的承诺 其实都可能成立 所以我不去猜测说 我不去猜测说他最后会做什么决定 坦白说我也预测不出来 他到底最后会做什么决定 因为他已经有三种变化的口风了 所以我们很难讲 本来是说一定要一百万 后来讲说三十万到一百万之内就接受 然后三十万以内绝对不选 那现在是说只要过门槛就一定参选到底 我觉得其实我是祝福他参选的 那我也 我其实过去在支持人的时候 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人 有没有当选的可能性 而决定我值不支持 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我也曾经支持 明显不可能当选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要支持一个 我觉得是值得人格值得信任的人 那我不支持宋楚瑜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人格不值得我信任 可是回过头来 我觉得现在在亲民党跟中选会之间 是处于极为紧张的不信任状态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亲民党不信任中选会 而中选会其实现在也挫了一旦 因为真的不知道你送出来的这一些文件 到底可靠度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中选会这些是一批公务员 领军的人叫做张伯雅 那你说张伯雅会去接受任何的指示 然后去故意打压你吗 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的信赖基础 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那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一个人为了参选路 要把台湾的一些很简单的 很难得建立的信赖基础 都给摧毁掉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这是很糟糕的事 对 但是我们看 就是因为宋楚瑜 亲民党在中选会上做文章已经很多次了 甚至他们的人马还告诉我们记者说 我们就要议题 就说我们要议题 我们要修理中选会 塑造中选会来迫害我们那种 都很坦率的都讲出来了 那这次的中选会 他当然会非常谨慎 因为所有的地方 选委会都要去帮忙验证 这个东西当然非常重要 宋楚瑜今天在台中 他说马航酒一直讲他米酒 其实现在民生的问题很重要 你早餐能够不吃豆浆去喝米酒吗 这宋楚瑜今天讲话 那如果你依照今天金谱中 引述日本学者的话 说马航酒不可爱 但可信赖 蔡英文可爱不可信赖 那我就要讲 宋楚瑜不可爱也不可信赖 我呼应奉心的讲话 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在这段时间 我听到很多清兵党的朋友 其实过去跟我交情都还不错 讲话缓缓缓缓 一回讲有 一回讲没有 比如说陈振胜是最简单的 陈振胜有一天 跟我同上节目 我问他说 你们一直讲要选 你们副总统 副总统我们已经有了 我前党 然后第二天报纸马上做出来 陈振胜说 亲民党已经有副总统了 后来发现其实是没有 然后隔了大概三四个礼拜 才找到林瑞雄 所以我是随便举个例 不是有意要讲陈振胜怎么样 但我想说在这段期间 很多人过去有亲民党的朋友 你都会觉得说 奇怪他现在讲话 怎么会让你觉得不可信任 是不是他很防我们 然后才讲这样 或者他要用一个很稀幻的方式 在险战里面对他比较有利 有时候会觉得说 人和人鼻子到这个地步 有时候想的很可怕 过去宋楚瑜第一次要选总统 2000年 他的 他要找的副所能选是谁 你知道 就是张伯雅 第一个就是想到张伯雅 那显然他对他也非常信任 也非常欣赏 可是他现在最不信任的就是张伯雅领导的中选会 有时候真是不胜兮 我想好几次的选举中选会也都历经了考验 那么我想中选会在2004年那两颗子弹底下 那么在各方的批评底下 但是他还能够维持他一贯的制度性的运作 所以中选会的制度性的运作 已经成为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民主体制的一部分 而且中选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专列的公务人员 政治人物比重应该是非常的少 所以这一点大家不必太过疑虑 但是我能够体会 那么清明党的朋友跟宋先生 就像那个姚教授所讲的 联署本身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也是高压力的工作 那面对各位这样 那这是一个现在民主的时代 可是我们又看到整个清明党 有点反其道而行 用一种迫害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说 台湾一个是还是到高压的环境 因为清明党包括宋楚瑜 都遭受了很多的压力 像中选会这件事情 我想请教一下文家兄 中选会其实一定要选差 刚刚姚老师也讲了 他可能这个剃除量 包括对了民策之后 戴鸿铛铛会有一成不合规定 所以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可是是不是中选会现在有点像是清明党 或是宋楚瑜先生的稻草人 在打一个什么预防针 好像如果有什么闪失 这个数字没有到 又是中选会害了 又是国民党的阴谋 害我没有办法超过门槛 或是害我不能选总统 这味道是蛮清楚的 所以我想号称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应该要更谨慎处于这个议题 第三势力就是一个中性的政治势力 中性的政治势力对国家公权力的中性化的捍卫 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要件 除非你有非常具体严厉的证据显示说 国家的公权力没有中性化 那么打死他踹死他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所谓国家中性化 国家公权力中性化的信仰 却不能从一个所谓中性的政治势力里面体现 这个第三势力是说假的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现在在讲这第三势力 像老宋 然后他的策略 就是说包括他对中选会的质疑 这些其实都是策略质疑 对他的那个联署和帮助呢 有啊兄 其实 你拿的是宋先生的联署单吗 对 我们是在那个帮他联署 其实我也跟全民党我也讲过 我说我愿意帮你们联署 是基于我的核心价值 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的时候 你们也不要给行政机关有多大的为难 这些我在电视上我也讲过 我特别举陈旅安的例子 陈旅安联署过了 他拿到了将近一百多万票 那请问那个时候 李登辉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 党政军情一把抓的时候 他有这样子去压迫陈旅安吗 没有嘛 那换句话说 公务机关你必须依法行政 那现在呢我讲 就是我们刚刚一路谈了下来 我们看这个叫做查核结果 除了姚老师刚刚讲的以外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护政机关 就是选务名册 那我讲选务名册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身份证号码 对不对 现在是有六组人 现在是有六组人 在那个联署 联署 那他只要打开全国检索系统 把你身份证号码输出 好 我张有华 杨文家 而紧接着我们看到另外一位 苏家全 他把房子捐了之后 他说他要带着群里去流浪 因为好像所有的家都被国民党给抄了 有这么可怜吗 那另外我们要问的是苏家全 号称要捐农舍 要捐给长治乡 可是长治乡身为一个公家单位 他能够收吗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